面对女儿这么简单却纠结得告白 明星妈妈周也红会来到现场吗 所以说你今天到这来你是鼓足了勇气了 是吧 你想不想改变这一切 想是吧 想待会儿就跟妈妈好好说 我们都支持你 待会儿见了妈妈 别害怕 可以吗 好 好 接下来 来 你到这来 月月 如果你妈妈不来 你回去以后怕不怕 我怕妈妈会整齐 所以我有点害怕 有点害怕 如果你妈妈来了 你害不害怕 还是稍微有意见害怕 还有一点害怕 如果妈妈来了之后 接受了你的意见 你害不害怕 就不害怕了 是吧 来吧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看看周晏红会不会来到现场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月月 请按键 你总说 现在过得很冷 她不敢看 和你脸上天啊 你还没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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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朵美丽的环丽花 好一朵美丽的环丽花 存放泪滴滚 你每天给我把课拍得不要那么厉害 没事 好 你女儿到底是得有多怕你 不怕我呀 没出现只要提到你的名字 她就浑身颤抖 我确实是对她的教育可能相对严格一点 她跟你抱怨过吗 没有啊 这孩子太懂事了 而且懂事的太早了 她在抱怨的时候都怕让你伤心 我知道这跟你的严格教育其实是有关系的 确实就是从叶叶上一年级之后 我就放下我很多的工作 比如说我的演出 我就尽可能的不接 就生孩子当了妈妈之后 会跟不当妈妈 生活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尤其到上了小学之后 我早出差就是新争取的早晨 第一班走 然后晚上最后一班回来陪她睡觉 因为她从出生到现在睡觉 都是跟我一起睡 都是我陪着她 你为什么对着女儿呢 这么严格的呢 我从来都跟叶叶说 就是我们玩的时候就是玩 在学习的时候呢 就是要专心自己的去学习 从叶红姐 你上到这个舞台之后 我一直在观察月月的脸 她没有笑一下 不知道你观察到了没有 所以这个时候我非常的心疼 真的你该讲就怎样不要紧的月月 我们不要去自以为是的 以为月月不快的 我们听月月自己说 月月你应该把自己所有的话 都跟妈妈说 对呀对呀 待会我把这个舞台都交给你 你想说什么你马上说好不好 接下来是月月的告白时间 妈妈就是您 我觉得您可能对我有点太严厉了 就是您呢就是比如说 我有一点小错的话 您可以给我提示 但是我有一点点受不了那种 说就是说我们班好的同学 然后和我做一瓶区 就是说妈妈不要老说你看 无忧者那么细心是吗 我心里对她的男生说 我相信你说她很好 但是我想起来老是说她也有很多缺点 我在想为什么您 为什么您太好 那她的优点人跟我说的 其实老师说她的缺点比我很多 是这样的 妈妈经常跟你说一个 就是一定要看小朋友的 一定要学习 每个人上都有她的优点 所以一定要去学习人家的优点 就妈妈是说是这个意思 嗯 你当然也很好啊 妈妈也不也是跟你说吗 你那么乖 字写得那么漂亮 然后经常帮助同学 给老师当小猪手 老师都说你是他们的开心宝宝 这不都是你的优点吗 而且妈妈其实最高兴的是 你不要老以为 妈妈是希望你得100分 其实你最高兴的是 你就是老会帮助同学 这个是你让妈妈 特别骄傲的地方 不光光是学习 我休息时间越来越少了 课是越来越多了 所以我说你能给我把课给拍了 稍微不要太紧一点 嗯 然后就是主要就是这几点 然后别的都就好 那不是妈妈问你你喜欢吗 是喜欢但是是每天上太多课 其实我怎么聊完 你说礼拜六礼拜天的课吗 那不就是唱歌跳舞 跟小朋友们一起唱歌跳舞 你说咱们就 我是独人的 我是一对一的 你说那个数学是不是 不是 还有唱歌跳舞 哦 唱歌跳舞明白 没关系的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 咱们可以不去上的 好吗 我是不去上 主要是你买我的课 拍得太密了 哦 好得 来 月月 你跟妈妈 汇报一下自己的成绩 看看妈妈满不满意 妈妈满意的话 妈妈还会给你唱首歌 你什么成绩 给妈妈汇报一下 来 先唱歌跳舞 请进来 请进来 这叫什么呀 弹的 我妈妈和小熊跳舞 哦 是两首啊 一首 一首啊 有弹错吗 嗯 有没有弹错 有没有弹错 哦 对 还怎么表演个手表给大家 唱歌 给大家演唱一首 妈妈歌唱啦 爸爸歌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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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着你的歌 听着你的歌 梦里开鲜花 妈妈歌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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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天体眼里 永远照顾打 妈妈歌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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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在我的心里 永远是同花 你们两个的合作 我觉得真的是树莲碧合 也能感受到你对她 并非有一点点严厉的教育 其实还是非常有成果的 所以说我真的希望 通过今天的沟通 你们两个的心 能够贴得更近 因为这个世界上 只有一种完美告白 就是被听进去的告白 当然我也特别希望 我们的小宝贝 对妈妈的所作所为 能够理解 她都是处于对你的爱 而且你看你虽然时间紧了 可你那么有才华 鲁迅大大不是说过吗 哪里有什么天才 我只不过把别人喝酸奶的时间 都用来写作业了 我觉得她作为一个新二代 能够今天有这样的勇气 鼓足那么大勇气 考虑到妈妈的感受 会不会开心 然后今天向妈妈说 妈妈可不可以让我放松一点 她今天已经太棒了 很成功了 就是能够完全 压力好像是已经达到极致的话 才能够来到这边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小朋友 一些多的鼓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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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相信我在教育上 确实存在很多的问题的 我也需要不断地去改进她 跟这个电机前的妈妈们 一起努力 其实呢 妈妈最希望你的 真的还是那句话 就是说是 养成一个特别好的学习习惯 它是一辈子都受益的 其实我觉得你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 月月真的很棒了 一定是 那妈妈以后你也减轻点你的压力 好吧 其实今天看到月月 我突然之间喜欢那些 非常任性无法无天的孩子 我突然之间觉得那才是天性 我不要让孩子从小就学会一件事 就是委屈求全 因为我看着她那可怜劲 我觉得挺心酸的 但今天彦宏竟然对自己的行为做了检讨 我们也希望她能够让月月 每次提到妈妈的时候 是发自内心的微笑 而不是害怕 好不好 那么我们还是要请彦宏给孩子 来一个真正的道歉 正式的道歉 让孩子在今天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好不好 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